5年前我就搬来了尔湾 搬来了尔湾当时是认识了一个朋友 当然其中有一个是跟我一起来创业 做YouBru Education的 那他的好朋友是在做自闭症儿童的基金会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 他带我去自闭症儿童的筹款的活动 在那个时候我就是跟自闭症儿童 这个富兰克林基金会就有了这种交集 那么在今年的4月份 他们在筹款的时候 那就请我去担任这个主持人 对那我们当时的目标 就是设定的其实也没有那么高了 但是到最后我们筹到了差不多将近2万元 哇太棒了 真的很了不起 对然后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 是大家所有的力量的一个就是集合 对那同时也是 就是我就是在这个筹款的活动当中 也是认识了很多就是做公益的 就是这些朋友都是很智能量的 那后来在今年的这个感恩慈善晚会上 就是也是为自闭症儿童筹款 就是在上个礼拜六 就是上周六你去主持的那一场 对我去主持的那一场 那这一次我们筹了将近3万元 哇对我平时其实以前在这些公益活动上 我是不去宣传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做呢 是就是说不光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自己 对你知道吧 但是现在我觉得呢 其实你应该用你的这种力量去影响身边更多的人 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就是真的是人多力量大 把大家的这个力量啊资源啊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去支持这些 不光是自闭症儿童 可能还有那些流浪汉啊 还有一些什么小动物啊什么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所以说就是说在公益的这条路上吧 我觉得就是我不是孤单的 是有很多人跟着我一起往前走 对公益就是这样的 它的影响面特别的广 然后通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 对 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的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也会有了 因为会有人会怀疑说 这个现在这公益都已经做到 就是遍地开化遍地都是了 然后现在很多人都麻木了 对都麻木了 然后呢他们也认为就是公益只是一个名头 就是你为了出名 你为了要努力 然后利用这种公益来做这些活动 当然不乏会有这样的人或组织 对 但是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说在选择这个公益方面呢 我自己是比较小心的 我是先去支柱 就是说我来支持你捐助这样的一个形式 但是做了一段时间 我会观察他这个基金会 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在做实事 那你像我之前做的这些基金会孩子们 都是真真正正地拿到了他们的奖助金 去拿着这个钱去上课 那这个呢就是我觉得 就是在我的这个感受当中 我自己来评断说我要不要参与去做 我有我自己的判断力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值得去做的时候 我才会去就宣传他 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去宣传 我只是说只是参与 我捐助就好了 就直接捐一点钱 对吧 因为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条件也都很好了 其实就是说这个 当然说开了可能百八十千八百的 这个就是只是零花钱而已 你捐出去呢 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小的零花钱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真的会解决很大的问题 对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很欣赏徐教掌的原因 就是他从事公益的事业 纯是一个非常正义的 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一个角度 然后也是有选择的 很有判断的去做这样的公益事业 就是我非常敬佩徐教掌的地方 对 所以这些就是被人怀疑 这些是我可能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困境 但是我真的是想说的是 时间可以说明一切 是吧 人久坚人心 对 因为我的公益到现在做了也是十几年了 如果你只是作秀 你只是想要名利 其实也不至于这么兴师动作 这么劳累的 因为策划一场活动是很累的 也不用这么去做 对吧 我也知道上一次的 上周的这个捐馆的活动是 从主持人到现场 到所有的会场 然后包括流程 主持的稿 都是您一个人来做的 是吗 对 当然也是有大家一起做了 只是说在这个流程上 像这个演讲稿 就是这个主持稿 和串联词 这个都是我一个人写的 然后呢 基金会的这个会长呢 他就是说大概的是看一下 就整个我们这个串联啊 整个这个节目安排啊 是否合理什么的 对 当然这个公益肯定不是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事 也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是大家的功劳 只是说在这个活动当中 可能有的人会付出的稍微多一些 因为他有能力嘛 那也学 没有 但是有的人呢 可能就是他做的分工是不同的 但是大家肯定都是很积极的参与 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 像跟我一起主持的 就是一个高中生 对 这个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端联机会 那让我感受的也是 现在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就是这个这么年轻 他能够参与到这个公益当中来 其实这对于这些需要帮助的家庭 需要帮助的孩子来说 这是一种幸运 也是一种幸福 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表现 对 对所以说就是我还是会继续去做吧 然后呢也会用自己的一点 就是能力吧 去影响身边的人 来去做这个公益活动 当然我们也要做的聪明一些 smart 就不是说我们被人利用去去做一些 就是比如说 你不是真正的在做公益 而是就像我提到的 就是说你被人怀疑是一方面 为什么会被人怀疑 因为确实现在这个 这个 鱼轮混杂的市场 对鱼轮混杂 就是有些人 他确实利用公益这个平台 可能达到一些目的什么的 当然这个目的有好的 当然也有不好的 那我希望大家都是好的 真正是为了做公益而去做 而不是为了一些商业利益 对 这些就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当然这个是给自己的一个心理建设 一个过程 对吧 就是说像我刚才提到 那我们就做的聪明一些嘛 你会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是像我会选择性的去做了 那如果说你只是为了商业目的 那我就可能就不参与了 我就不去做了 但是真正为了公益事业去做的 那我肯定会大力去支持的 然后我也会参与去做的 太好了 谢谢 谢谢学长长对我们的分享 好 也谢谢Coco 感谢Coco